同一天还有另外一件船案 发生在菲律宾的旅游圣地长滩岛 有一艘台湾旅客搭乘的螃蟹船 在海上翻覆造成了三人死亡 其中还包括一个只有两岁的小女孩 而意外发生原因是 突然下起的一场大雨打进了船里 当时所有的乘客都挤到同一边躲雨 结果小船失去平衡 立刻就倾斜翻覆 被救上岸的旅客披着毛巾 还是忍不住唾气 惊魂未定 私立逃生的人赶紧打电话 回台湾报平安 台湾时间10月3号下午 30多名前往菲律宾长滩岛旅游的台湾人 搭乘螃蟹船要游览水晶洞时 意外翻船 导游告诉我的 当时一阵大雨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就往一边去倾斜 他在喊大家 请大家不要这样子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这场意外造成一对母女 以及一位年仅两岁的小女孩 当场溺斃 出团的百福旅行社强调 像这种两边有平衡感的平底螃蟹船 过去都没有发生过意外 而根据导游回报 当时旅客也都有穿救生衣 到底为什么会溺斃 还要进一步调查 而罹难家属一大早也都赶往旅行社 并已经出发前往当地 我们公司是我们南线的秋经理 陪同六到七位家驶一起过去 旅行社表示这个团体是嘉义一家公司 奖励经销商的旅游 团员有三十个人 向五福旅行社订购团体自由行 再转包给百福旅行社出团 虽然没有领队随团 但依法至少都有保两百万以上的意外险 以及三万元医疗险 记者林政务郭俊玲台北报道